第十五章 克利特岛 危机临头 论证和事态的演变已经表明 克利特岛在我们的地中海各项树中有着极大的战略上的重要性 英国军舰如能以苏达湾为基地或在那里补充燃料 便能够给予马尔他岛以极其有力的掩护 如果我们在克利特岛基地的防空设施巩固 则我占优势的海军将发挥充分的作用 并可击退任何有海陆进犯的敌军 但是仅在一百英里以外就是意大利的罗德岛要塞 该岛机场广阔设施巩固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 罗德岛就是我们夺取和占领的目标 我们已从英国把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派往中东 以便根据形势的需要进驻罗德岛或苏达湾 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是一支优秀的部队 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装备 共计有五千三百余人 此外在莱克克上校指挥下的突击队约二千余人 也已经绕航好望角到达中东 这支突击队连同即将在埃及边城的英国第六师 可构成足以夺取罗德岛的进攻部队 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延缓了这一行动 在此期间 如果德国派遣飞机前往罗德岛 那么克里特岛便岌岌可危了 派往中东的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留在亚历山大港待命 以应付紧急事件并未派去协助攻取并聚首罗德岛 也未派去建立苏达湾的防御设施并充实其守卫人员 在克里特岛当地各项设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读者当已见到我一再发出的关于在苏达湾设防的指令 我甚至曾用过第二个斯卡帕湾这种说法 我们占领该岛已近六个月 但是至今只能在该岗配备一支烧强的高射炮队 而且还是在牺牲其他更迫切的需要的情况下才办到的 而中东指挥部也无法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密德劳工去扩展飞机场 当希腊还在盟国手中的时候 根本谈不到派遣大批驻军前往克里特岛或在该岛的飞机场上驻扎强大的空军 但是现在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以便能够容纳到来的援军或在必要时容纳派来的部队 但是既没有制定计划也没有设法推动 在六个月之中换了六位司令官 中东指挥部本来应当更仔细地研究 足以使克里特岛防御海空袭击的条件 事先谁也没有想到在该岛南面的斯法基亚或停巴基设置港口 即使这点做不到 至少也要准备一些登陆设施 谁也没有想到应铸成一条由此通往苏达湾和飞机场的公路 以便从埃及增援克里特岛西部 对问题研究不透 对命令执行不利 这些责任应由开罗和白厅双方分担 一直到在西兰尼加 克里特岛和沙漠地区拜北以后 我才体会到维维尔将军的机构担负了多么重的担子 而得到多么少的支持 维维尔是尽力而为的 但是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却过于薄弱 因此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 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 德国征服希腊后 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最后的立足之地 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场所 我们确实知道 德国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这个岛屿 对于我们说来 它是埃及和马尔他岛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 我们现在正处于失败与遭难的混乱局面中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在负责人之间 无论是国内或战地的负责人之间 在聚首克里特岛的问题上并没有意见的分歧 维维尔来电4月16日称 我认为应聚首克里特岛 次日又来电称 我们正准备从希腊撤退聚首克里特岛 我们早就知道 格林一直在努力建立和发展一支 能够进行大规模着陆的强大空降部队 这正投合德国那般热心 忠诚的纳粹青年的心意 德国散兵师是一支精锐部队 我们在研究如何防御德军进犯本土的问题时 曾考虑过它的作用 但是德国的所有这类计划 至少需要暂时取得日间的制空权 德国在不列颠的上空没有得到这种制空权 克里特岛的情形却不同了 敌人在巴尔干和爱琴海 享有充分的而且看来是持久的空中优势 他们现在就是以此作为主要武器 在这场战争中 我们的情报机关还没有一次得到过这样可靠而详细的情报 敌军占领雅典以后 德国参谋人员欣喜若狂 忘乎所以 已不像平时那样甚于保密 而我们驻在希腊的谍报人员 则积极大胆地进行活动 在四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中 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关于德国下一行动的重要情报 德国第十一空军军团的调动和有关人员的兴奋心情 以及德国人在希腊港口疯狂地搜集小型舰艇的活动情况 未能逃过有心人的耳目 一切都表明德国即将从海上和空中进击克里特岛 在历次战役中 我个人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 煞费苦心的研究和衡量证据或弄清这样的问题 总司令们对敌人即将发动的袭击的规模 却已得到深刻印象 并已传达到战地的将军们了 4月28日 在伦敦的我国联合情报委员会 就敌人进攻克里特岛计划的规模与性质做出了估计 他们认为 敌人同时以空运和海运部队进攻该岛的行动已迫在眉睫 他们认为 敌人在巴尔干各国 可能搜集到315架远程轰炸机 60架双引擎战斗机 240架俯冲轰炸机 和270架单引擎战斗机 以供各种用途 敌人在第一次袭击时可能投下散兵或空降部队三四千米 而且可能每日从希腊进行两三次突击 从罗德岛进行三四次突击 都以战斗机掩护 在空运和海运部队到达之前将有猛烈的轰炸 而且要进行海上袭击 并不缺少军队和船舶 我们立即把以上情况电告开罗斯令部 同一天 我个人又亲自致电维维尔将军做了进一步的强调 首相制维维尔将军 1941年4月28日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来看 德国似乎即将以空降部队和轰炸机大举进攻克里特岛 西江驻在该岛的部队情况和你的计划建告 这应该是消灭散兵部队的大好机会 必须坚守该岛 维维尔将军最初并没有接受我们认为克里特岛是敌人进攻目标的看法 他认为德国人可能故意传播谣言以掩护他们的真正计划 虽然如此 他还是立即以他速日处理军务的充沛精力与机动敏捷进行部署 并亲自飞往该岛 他的副电表明当事情形 维维尔将军至首相级参谋长委员会 1941年4月29日 1点4月18日克里特岛便得到有可能被德国空降部队进攻的警告 目前该岛出原有长期驻军三个步兵营 重型高射炮两个中队 轻型高射炮三个中队和海防炮队外 至少还有从希腊撤出的士兵三万人 正在组织这批士兵防御该岛的重要地点 如苏达湾 赶尼亚 雷西姆农和伊拉克林 据报告称 士气良好 武器主要是步枪 还有少数轻机关枪 此外还编成了几支希腊新兵部队 用以保卫飞机场和看守战俘 阿尔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将于五月的前两个星期中抵达克里特岛 三 我打算于明日视察克里特岛归来后当即报告 四 这次或许进攻克里特岛的计划是为了掩护对叙利亚或塞普路斯岛的进攻 而真正的计划则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军队也只有到最后时刻才透露 这正符合德国的灌计 我曾经向帝国总参谋长建议任命弗赖伯格将军维克里特岛驻军司令 他向维维尔提出 维维尔立即同意 伯纳德 弗赖伯格同我结识多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他以新西兰一名青年志愿兵的身份历经艰辛辗转来到英国 他持有给我的一封介绍信 于1914年9月的一天到海军部来见我 并请求委派职务 那时我正在创立皇家海军师 不久便进行了必要的推荐 几天以后 他被任命为胡德营中的一名海军中尉 这里不能一一叙述他屡屡建立的赫赫战功 由于这些战功 他在前线作战的四年中被提升为旅长 并于1918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紧急关头 被任命为所有巨手巴伊尔正面缺口部队的司令官 部队人数几乎达一个军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带有两条金线的书勋勋章 标志着他出类拔萃的功勋 弗赖伯格正如唯一可以同他匹迪的卡尔东 德威尔一样 无愧于我送给他们的不怕炮火的军人的称号 两人都是在炮火中成名 虽然遍体鳞伤 但精神与肉体不受影响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我曾同伯纳德 弗赖伯格住在一所乡村房屋里 有一天 我请他把伤痕给我看看 他脱去衣服 我在他身上数出了二十七处疤痕和深深的伤口 在这些伤痕之外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又将新天三处伤痕 但是 当然 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 每当被一颗子弹或一片弹片击中时 几乎总是留下两处伤口 因为大都是子弹穿进来又穿出去 在这场新战争爆发时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于担任新西兰市的市长 他自己也很希望被选中 1940年9月间 我曾经遐想要给他一个权限更大的职务 现在 他出任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司令官的机会 终于到来了 弗赖伯格有这样的长处 无论被派往什么地方 无论上级拨给他什么军队 都愿意以一颗不可战胜的心 去为英王和英国作战 而且他个人不屈不挠的坚定精神 也在感染着他周围所有的人 我们在国内 极力协助任务兼具的司令官们和军队 首相智侃宁安海军上将 1941年5月1日 一一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 用空军增援你们 我们已决定尽快重复最近 在空军增援方面的行动 其规模比以前的增援要大得多 将使用皇家方舟号 二哥斯号 狂暴号和胜利号 运载多至140架新增的旋风式战斗机 以及18架海燕式战斗机 驾驶员将随同飞机前往 我们希望 到5月25日 有64架旋风式战斗机和9架海燕式战斗机 抵达中东 与此同时将有25名战斗机驾驶员 于5月23日启程前往塔克拉迪 以加速旋风式战斗机与战斗式战斗机的运送工作 由于使用上述航空母舰 航行路线可经由塔克拉迪到埃及 这样就能增加一些运输能力 它将转用于增加运送战斗式战斗机和旋风式战斗机 同时也将尽量运送伯伦汉式轰炸机 关于增援轰炸机的情况可能于今后另行电告 二海军再次以极其出色而非常成功的行动救出陆军 并运出全数军队的五分之四 我为此向你致贺 三现在我们必须为保卫克里特岛和马尔他岛而艰苦战斗 克里特岛看来即将遭受敌军大规模的袭击 马尔他岛可作为我小型舰队的基地 由此展开袭扰敌人通往利比亚的交通线 美国态度的不断改善和他们在海军方面的合作态度 都足以证明我们冒此风险是值得的 你制定的老虎计划极其妥善 大有成功的希望 四但是我们最希望你进行的任务是使西兰尼加戈港口 不能从海上运入军需品并尽量摧毁这些港口 我们每当听到敌人一船接一船的运到宝贵的飞机用油时 就忧虑不安 这一场保卫埃及的大战正如维林顿公爵所说的势均力敌 但是如果我们能照我们所计划的那样 借老虎和美洲虎计划空军增援支援你和维维尔 而且你能断绝敌军的供应 那么我们在中东的大军不久即将重战上风 祝你一切顺利 弗赖伯格和维维尔并不抱幻想 弗赖伯格将军至维维尔将军 1941年5月1日 我现有的军队完全不足以应付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 除非大大增加战斗机并派遣海军应付由海盗而来的袭击 我很难希望单靠地面部队守住阵地 现在这支军队由于希腊战役的结果 已失去所有的大炮 绝豪工具不足 车辆很少 而且装备和弹药的战时储备也不够 这里的军队能够战斗而且愿意战斗 但是没有海空军的充分支持 是无妄击退进犯的敌军的 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立即调派上述部队 请急重新考虑聚首克里特岛的问题 我觉得根据我的委任状上为我规定的职责 我应当把我这一师中大部分军队目前的处境告知新西兰政府 他又通知他的本国政府说 1941年5月1日 我觉得我有责任报告克里特岛的军事情况 伦敦做出的决定是不惜一切代价聚首克里特岛 我已经收到陆军部关于敌军进攻规模的估计 据我看来 只有在海空军充分支持之下才能聚首该岛 目前让吴派来足以抵御海陆入侵的海军的迹象 而岛上的空军则只有6架旋风式战斗机和17架就是飞机 军队能够而且愿意战斗 但是由于希腊战役的结果 已失去所有的大炮 绝豪工具不足 车辆很少 装备与弹药的战时储备也不够 我愿着重向政府指出 新西兰师大部分军队面临的严重局势 并建议由你向伦敦最高当局施加压力 或者攻击我们以充足的人力 物力以保卫该岛 或者重新考虑誓死聚首该岛的决策 此时我当然以致电中东总司令正式表示了我的意见 维维尔将军致帝国总参谋长 1941年5月2日 伊克里特岛的防御将为我海、陆、空三军带来困难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敌人握有空中优势 港口和飞机场都位于该岛的北部 因此我飞机和船舶的活动更容易被敌人发现 岛上唯一的一条良好公路并不太好 是沿北海岸从东向西也是暴露无遗的 二、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良好公路 南岸没有港口 虽然时间允许的话可以逐步兴建 岛上非常缺乏运输工具 三、必须大量输入居民用粮 如果个城镇遭到猛烈轰炸 而我们又不能提供战斗机保护 那么我们便可能面临政治问题 四、为了有效的驻守该岛 至少需要三个旅团和相当多的高射炮部队 现在的守军有三个英国正规营 六个新西兰营 一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由希腊撤出的部队编程的混合营 来自希腊的这两个营 人数和装备不足 没有大炮 高射炮队的规模不大 但在加强中 五、至于空军 目前岛上没有新式飞机 六、目前 希腊军队多半未受过训练 也未武装 七、正在应付一切困难 如有时间 困难可以克服 但空防将始终是个困难问题 新西兰政府当然担心他们那已是军队 我向新西兰政府以及在前来英国途中 行抵开罗的新西兰总理弗雷泽先生解释了这种情况 首相至新西兰总理 1941年5月3日 一、新西兰师在希腊战役中英勇战斗后 能够在撤退的紧急时刻秩序井然地抵达克里特岛 这使我非常高兴 当然 我们将极力设法重新装备他们 特别是正在运去大炮 维维尔将军在大炮方面是实力雄厚的 成功的保卫克里特岛是保卫埃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维维尔将军已接受我任命弗赖伯格为全岛守军司令的建议 这使我不胜欣慰 请你放心 我们将尽力支持他 二、我们的情报表明 敌人不久即将以空降部队进击克里特岛 也可能试图从海陆进攻 我们的海军一定会尽力阻止敌人的海上进攻 而且这方面的攻击也不至有多大的规模 就空降部队的袭击来说 这对新西兰军是正中下怀 因为他们将同敌军进行肉搏战 而敌军在这种场合却不能利用他所充分依赖的坦克与大炮 如果敌人在克里特岛登陆成功 那将是他们陷于窘境的开端而不是中局 岛上山巒棉根 森林茂密 你的军队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增援该岛比敌人更容易 况且岛上已有军队三万余人 三 但是敌人或许只是阳公克里特岛 而实则将越过该岛向东推进 我们在使用我们技术有限而又负担过重的空军时 必须考虑到一切意外事件 为什么说数量有限而又负担过重呢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此间没有日益增长的人力物力和储备 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尽一切力量以空军去增援中东 这只是因为我们依靠现在能够利用的航线和方法 把飞机和驾驶人员送往现场有实际的困难 你可放心 我们当尽力增援我们的空军 而且我们此刻正从事影响非常深远 但有危险的努力 中东各方面都竟相需要空军支援 此事当由各位总司令负责处理 我也希望中东的局势将于一个月左右有所好转 似当新西兰师从希腊撤退时 新西兰全国抑制着交集不安的情绪 表现得庄重而又冷静 这使此间每一个人都不胜敬佩 该是在希腊与敌人已重创 并使我们履行了对希腊的诺言后 顺利地结束了战斗 这对帝国来说是莫大的威敬 弗赖伯格毫不畏切 他当时没有立即相信 敌空降部队进攻的规模将会那么巨大 他怕的是敌军有组织的从海上大举进攻 尽管我们的空军力量薄弱 但是我们希望海军能阻止敌军从海陆进攻 弗赖伯格将军致首相在英国 1941年5月5日 我不知道什么叫畏惧 我丝毫不担心空降部队的进攻 我已做好部署 我觉得我手下的部队能够应付这种进攻 海运部队若同空降部队联合进攻情形就不同了 如果在我耐够把大炮和运输工具运来以前 敌军即发动联合进攻 则局势恐将难以应付 即便如此 只要海军能给予支援 我相信将不致实力 在我们获得装备和运输工具 并增加少量的战斗机后 当可巨手克里特的 在此过程中 我们将有一段防御力量薄弱的时期 此间人人精神抖擞 急于再同敌军一战 我们在希腊时一遇到他们就予以迎头痛击 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的报道 没有提到新西兰官兵在希腊后卫战中所做出的重要而英勇的表现 他们都愤愤不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立即尽力设法消除新西兰官兵所报的不平之感 首相志维维尔将军 1941年5月7日 你若无意见 请将以下电文转达弗赖伯格将军 不列颠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怀着感激和敬佩的心情 注视着新西兰师在名垂千古的希腊战场上所建立的伟大战功 我们对战役的全部情况只是逐渐得到了解 而且现在还在了解中 随着战地报道的日益增多 我们就日益了解你们在一项光荣的任务和著名的业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帝国和英语世界中 新西兰的名称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的新线正同你们在一起 愿上帝保佑你们 克里特岛的地理形势的确使防御甚感困难 它的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 该岛所有异于受敌的据点都在公路沿线 每一据点的防御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一旦这条公路被敌人切断并派重兵把守 我们就不能把中央后备军随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 从南岸到北岸 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廷巴基有从南部海岸向北的一些小路 它们不适宜于摩托化运输车辆的形式 当有关军事领导人开始赶到危机临头时 才百般设法向该岛运送增援部队 挤养和武器特别是大炮 但是为时已晚了 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中 德国空军从希腊及爱琴海的基地起飞 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了日间封锁 它们袭击来往该岛的一切船只 特别是对威慑有港口的北岸封锁的尤其严密 在五月的头三个星期中 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27000吨 到达该岛的还不到3000吨 其余的物资不得不转运回来 途中损失了3000吨以上 我防空实力包括16门重型高射炮 37英寸口径的可移动的高射炮 36门轻型高射炮 伯福斯市和24架防空探照灯 只有9辆半旧的步兵坦克分配在个飞机场上 此外还有16辆轻型坦克 5月9日一部分海军基地机动保卫队抵达该岛 其中包括一个重型高射炮队和一个轻型高射炮队 当即被派往苏达湾以加强防御 抵达克里特岛的机动保卫队共计约2000人 但却有3000人留在埃及 虽然这批人当时是能够开来的 岛上有6000名意大利战俘 这又给该岛的防卫工作增加了负担 我守卫部队的力量主要是用于保护登陆地点 在伊拉克林有两个英国营和三个希腊营 在雷西姆农周围有第19澳大利亚旅和六个希腊营 在苏达湾附近有两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希腊营 在玛利姆有一个新西兰旅驻扎在飞机场附近 另一个旅在其东面准备随时接应 在这些守军之外还有几支来附枪队 是由撤出希腊的兵员临时编程的团队 希腊营的人数不足 武器只有杂牌的来附枪 但要无多 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帝国军队 共计约28600人 德国之所以能够发动进攻 当然只是由于我在克里特岛空军力量薄弱 5月初皇家空军在该岛的飞机 有12架伯伦汉式轰炸机 6架旋风式战斗机 12架斗士战斗机 和属于海军航空队的6架 海燕式与布鲁斯特式战斗机 这些飞机只有一半是能用的 飞机分配在雷希姆农小型机场 只供战斗机使用的马利姆飞机场 即可容纳各种类型飞机的伊拉克林飞机场上 这和敌人行将投入该岛的 具有压岛之势的空军相比 不过是个零头而已 我有官方面都充分感觉到我空军的劣势 于是在5月19日 即在德国进攻的前一日 已将留在该岛的所有飞机都撤往埃及 战时内阁 三军参谋长和中东战区各位总司令都知道 此时只有一条路可走 或者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形下作战 或者赶快退出该岛 这在5月初还是来得及的 但是我们大家一致同意迎战 而且根据我们事后的见解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尽管我们在各方面力量不足 我们距离胜利是多么接近 而且即使失败 这一战斗所产生的有力影响又是多么深远 设想及此 我们就应当对我们所冒的危险和所负的代价感到心安理得了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德军进击克里特岛的计划 这是我们在克里特战役开始以后了解到的 该计划细交由第十一空军军团执行 其中包括第七空军师和第五山地师 而由第六山地师接应 近一万六千人 大多数是散兵 将空头着陆 另有七千人从海上登陆 此外还有第八空军军团进行空军支援 可以参加作战的飞机数目是 轰炸机280架 辅冲轰炸机150架 战斗机梅塞施密特109式和梅塞施密特100式180架 侦察机40架 滑翔机100架 容克52式 运输机530架 共计1280架 海运部队和一批供应艇将由以希腊轻帆船 编成的两支运输船队运送 他们除了德国空军的掩护外 没有其他护航措施 我们不久即将见到他们的命运如何 空降部队的进攻是计划在三个区域进行的 东面在伊拉克林 中部在雷西姆农 苏打 赶尼亚 最重要的当然是在西部的玛利姆 大体说来 发动进攻前的准备行动是用重达1000磅的炸弹对地面及防空设施 集中轰炸一小时 接着是乘滑翔机和或用降落伞着陆的主力部队从天而降 再接着就是用运输机载运的增援部队 在他们的整个作战概念中 关键的依诊应该是把玛利姆飞机场夺到手 他们若仅靠空投在玛利姆飞机场数英里之外的相间的散兵 不可能使运送军队的飞机将第六山地师送到这个机场着陆 每架飞机可载四五十人 然后再飞回去继续载运 德军当时必须有效地顺利地占领那座飞机场 这不但是为了飞机的着陆 而且也是为了飞机的再度起飞 他们只有借助于多次往复飞行 才能够运来作为他们整个计划基础的大量军队 我们采用克罗拉多这个暗号来表示克里特道 并按照我们的想象用灼热来表示德军的进击 令人坠坠不安的日子一天天递过去 我们只是由于忙于其他问题 才稍稍排解心中的焦躁不安 德军进击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首相制维维尔将军 1941年5月12日 请考虑是否在派至少12辆步兵坦克 连同熟练人员前去协助 抗击灼热作战计划 首相制维维尔将军 1941年5月14日 我接到的种种情报表明 敌人将于17日以后的任何一日 开始执行灼热作战计划 看来敌人的每一行动 都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 而且布置得甚为周密 希望你已为克罗拉多 准备了足够的防御力量 而且原在那里的军队 也已获得必要的大炮 机关枪和装甲车 敌人准备发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一项计划 很可能会推迟开始行动的日期 因此你们现在运出增援部队 完全可能及时赶到 而且万一敌军已获得一个立足点的话 他们一定可以赶上第二个回合 我特别期望我们的优秀部队得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的机会 因为敌军在该岛 缺乏其通常具有的机械化的有力条件 而且我们比敌人确实更容易得到增援 我想 你已同坎宁安海军上将 磋商过各项细节 而且你和特德在考虑了其他任务以后 也已商定最妥善的空军作战计划 祝你一切顺利 首相至维维尔将军 1941年5月15日 我越来越感到敌人即将进攻科罗拉多的兵力十分雄厚 特别是空降部队 我相信一切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都已运到该岛 维维尔在这种时候依然是十分幽默 维维尔将军至首相 1941年5月15日 一意尽力装备科罗拉多 以防甲虫肆虐 最近运去的增援包括步兵坦克6辆 轻型坦克16辆 高射炮18门 野战炮17门和一营部队 我正准备派遣一小支部队 约一营或两营 连同一些坦克 在科罗拉多南岸登陆 作为后备队 也打算把波兰旅留作可能派去的增援部队 但是增援部队登陆是个困难问题 阿尔坎宁安 特德和我于5月12日讨论了科罗拉多问题 接着就举行了三军参谋会议 我们力求商定 互相配合的计划 三保卫科罗拉多并非易事 而且德国的闪电战 往往先要采取阻挠对方增援的措施 但是我们有坚决果敢的司令官领导的意志坚强的部队 他们人人都在摩拳擦掌 严阵以待 因此我希望敌人将会发现 他们的灼热作战计划 的确是个灼热烫手的家伙 维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1年5月16日 是才收到弗赖伯格以下的电报 已完成克里特岛的防御计划 刚从视察防务的最后一站归来 我在这次视察中受到莫大鼓舞 各处官兵军已准备就绪 士气昂扬 所有防御攻势都已扩充 阵地尽可能布置铁丝网 我们安置了45门野战炮 储藏了足够的弹药 每一飞机场均配备两辆步兵坦克 运输车辆正在起岸并拨交个部队 第二批来测试坦克已经运到 将可加强伊拉克林的防卫 我不愿过分自信 但觉得我们至少能够一显身手 我相信在皇家海军协助下 我们能够守住克里特岛 首相至地中海战区总司令 1941年5月18日 我们抵御敌灼热行动如获成功 当可影响整个世界局势 在这场足以震动各个战场的重大 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中 愿上帝保佑你们 首相智弗赖伯格将军 1941年5月18日 我们高兴地得知 你已做好坚强的部署 增援部队也已抵达 在决定命运的这些日子里 我们时时刻刻在信念着你们 我们却信你和你部下勇敢的士兵将建立不朽的功勋 皇家海军将尽力而为 你在你聚首的地方获得的胜利将有力地影响世界局势 我像经常同我保持联系的史莫兹谈了我的全部看法 首相智史莫兹将军 1941年5月16日 依依我像寻常一样 对你的军事见解极为赞同 最近我曾采取措施增援维维尔的最薄弱的环节 我希望我们在今后几星期内 能够在西部沙漠的重大攻势行动中获得成功 我们预料 敌人马上便要大举进攻克里特岛 并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如果我们在以上两地得手 那么我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问题就简单了 我们正千方百计对中东进行最有利的空中增援 我相信今年夏季的东地中海战役能获得胜利 并能确保尼罗河流域和苏伊士运河 罗斯福总统正在极力把美国供应品运往苏伊士 我们非常欢迎南非军队开往地中海沿岸 阿尔西地中海的局势令人更为担心 但是西班牙一直顶住了德国的压力 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让达尔朗知道 如果维西的飞机轰炸直布罗陀 我们将不轰炸法国 而是要轰炸维西那般卑鄙之徒 无论他们躲到哪里去也不罢手 我们并没有忽视直布罗陀港会无法使用的可能性 因此以尽力做好最周密的准备 美国也许会愿意进一步参与西非事务 特别是在达卡尔 三大西洋战役终于进行顺利 希特勒想在五月间使封锁达到高潮 但未能如愿 我运输船队在过去六个星期中 反而获得许多个月以来最出色的成绩 我们在大西洋一定会得到美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而且我个人深信 我们在年中以前将在各个重要方面加强我们的地位 美国方面正在积极准备 以便弥补1942年船舶的损失 因此我觉得他们正一步一步的接近 做出伟大决定的时刻 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过分指望这一点 似看来 希特勒正集中力量对付俄国 不对 装甲车和飞机正不停的从巴尔干向北 从法国和德国向东移动 我个人认为 对他最有利的行动是进攻乌克兰和高加索 那样可以确保骨类与汽油的供应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这样做 但是我们希望经过一段岁月 能从他的背后彻底摧毁他的本土 我确信上帝必帮助我们消灭纳粹政权 五国王对我说 他将于5月24日以专殿祝贺你的诞辰 所以现在我向你致忠心的祝贺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克里特岛战役的边缘